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内容之王》 这本书讲的是美国传媒大亨雷诗东的传奇一生 提起雷诗东的名字,或许大家有点陌生 但是他却是好莱坞电影《阿湾正传·泰坦尼克号》的幕后操板手 通过收购维亚康姆集团和派拉蒙营业公司 打造了享誉世界的传媒帝国 那么他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内容之王》这本书从雷诗东的成长、商业帝国的建立、家族内部的纷争等多个角度 向我们展示了雷诗东这位美国传媒界风云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 这本书的作者叫基奇哈吉,他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常年为华尔街日报撰起传媒行业报道 对美国传媒业有着深入的洞察和了解 在《内容之王》这本书中 作者通过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讲述 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雷诗东家族传媒帝国的缔造过程 而通过雷诗东的从生制度 也让读者对美国近百年传媒文化潮流的演变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好,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之后呢 那么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雷诗东是如何进入传媒行业的 第二个重点是 雷诗东的传媒帝国是如何打造的 第三个重点是 雷诗东的传媒帝国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那好,我们就先来看 第一个重点内容 雷诗东是如何进入传媒行业的 雷诗东能够进入传媒行业 既有家族的影响 同时啊,与过元的兴趣和努力也密不可分 我们呢,可以从父辈打下的商业基础 雷诗东个人的求学经历 以及二战后美国影视业的发展 三个方面来理解 雷诗东的父亲米基·雷诗东啊 是一名犹太人后裔 1930年,米基成为了一名地产装饰商 但是商业秀局领领的他 很快发现 汽车影院占美国的兴起 他认为汽车影院将引领未来娱乐的潮流 点于一名叫萨干斯基的人 合伙成立了日出汽车影院 他是美国真正意义上 第一家大型市交汽车影院 经过扩建后 可以容纳2000辆汽车 影院还配有儿童游乐场和摩天轮 二战后 米基和萨干斯基两人又发现了 夜总会兴起的热潮 于是他们用经营影院的资金 打造了梅菲尔俱乐部和拉丁角两家 波士顿地区最受欢迎的夜总会 为此后的商业经营进一步积累了资金 但是随着对于黑帮腐败的打击和禁酒令的实行 藏污纳购的夜总会受到了越来越多经营上的限制 二战后 美国汽车影院回归大众视野 到20世纪50年代 全美汽车影院已经激增到2000多家 米基以日出汽车影院为基础 打造了一系列连锁汽车影院 但他看到将影院运营放到不同公司去做的方法 削弱了影院的融资能力 于是他在1959年将所有的影院公司合并为一体 取名为全美娱乐公司 而自雷诗东毕业后 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 从此他沿着父亲米基铺设的商业之路 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传媒时代 雷诗东之所以能够缔造属于自己的传媒帝国 与他个人的求学经历也息息相关 雷诗东的中学时代 是在以严苛著称的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度过的 在这里 雷诗东通过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 掌握了优秀的语言能力和沟通技巧 而且学校严格的管理模式 也塑造了雷诗东坚韧的意志品质 这让他都已在传媒行业残酷的竞争中安身立命 以优异的成绩搬成中学学业后 雷诗东靠奖学金进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实习 毕业后又进入美国司法部前助理部长 伯格森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实习 实习期间 雷诗东通过参与派拉蒙影业等影视公司的诉讼案 在涉及连锁影院的法律问题和反垄断问题上 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这也为他日和通过法律途径 不但为自己和家族积累财富 打下了基础 在雷诗东的成长过程中 母亲的严厉管家 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 无论做什么事 要做就要做到全美国最好 这就是母亲给我的目标 雷诗东能够顺利进入传媒行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二战后美国影视业的发展 二战前 美国的电影院由派拉蒙影业等 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缩垄断 每家公司旗下都有自己的连锁影院 上映本公司制作的电影 1948年 美国最高法院试图打破这种垄断局面 他做出反垄断裁局 要求八大电影公司卖掉旗下营院 实现制作与放映相分离 由于反垄断限制 加上电视机的兴起 好莱坞巨头公司的电影质量和利润 都大幅缩减 而随着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 转向郊区的汽车营院 却焕发出活力 1951年 60%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辆汽车 1948到1951年期间 汽车营院的数量也从部族1000家 增加到了3600多家 在米基的带领下 雷石东家族在1955年 已经在美国各州拥有了14家汽车营院 定成立了东北营业公司 这也是全美娱乐公司的前身 作者指出 雷石东进入汽车营院行业时 正是该行业的巅峰时期 当时每家汽车营院 可以吸引9.31万名观众 他们每支付1美元 可以被汽车营院带来5.34美元的收入 却持后已被传统室内营院 创造4.72美元的价值 那好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雷石东是如何进入传媒行业的 雷石东能够进入传媒行业 与家族打下的商业基础 个人教育背景 以及二战后美国影事业的发展 密不可分 以影院经营进入传媒领域的雷石东 又是如何在此后几十年 称为引领全美文化潮流的传媒大亨的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雷石东的传媒帝国是如何打造的 这里我们主要从 巩固全美娱乐公司的地北 收购维亚康姆集团 和入股派拉蒙影业三个方面 来看看雷石东传媒商业版图的建立 1959年 附近米基将所有汽车影院公司合并为一体 成立了全美娱乐公司 随着附近米基和兄弟埃迪相继退出公司管理层 已经稳坐全美娱乐公司头把交椅的雷石东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不仅将拥有的汽车影院都改造成了室内影院 还打造了众多豪华的多听影院 在他任职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就使旗下影院数量翻了一倍 成为当时美国第十大连锁影院 此时已经是全国影业协会主席的雷石东 为了提升公司实力和自身的行业影响力 那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就是代表影院放映行业发声 反对各大电影公司投盲标 也就是在影院方还没有看到成片的前提下 电影公司就要求影院方 竞拍首轮放映权的做法 那在他的努力下 到1979年 美国已经有15个州禁止了盲投标 这种有失公准的商业行为 雷石东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鉴于影天制作方提供的电影质量 参差不齐 决令对电影公司进行投资 对电影的品质亲自把关 在雷石东的角色下 全美娱乐公司相继若果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营业 华纳兄弟迪士尼等好莱坞影视剧头 并从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1981年 随着有线电视 付费电视等家庭娱乐方式的兴起 雷石东认识到 有线电视业务将会极大拓展 全美娱乐公司的业务范围 此时 有线电视节目的领航者 维亚康姆公司 进入了雷石东的视线 维亚康姆公司成立于1971年 是从当时三大电视网之一的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中 剥离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 维亚康姆公司已经拥有 四家电视台和八家电台 尤其是旗下主打的音乐节目 MTV电视网 已经成为引领美国青年文化的 重要驱动力 随着不断有其他公司报价 想要收购维亚康姆 雷石东认为 要主动出击 应得先手 此时 维亚康姆集团的管理层 也想要回购自己的公司 他们不断抬高 维亚康姆的股价 希望可以动摇雷石东的收购意图 但是雷石东对于维亚康姆和 MTV电视网 寄于已久 按照他的性格 只要想做成一件事 必然是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最终 1987年3月4日 雷石东最终以 34亿美人的收购价 成为了这家有限电视集团 新的掌门人 63岁的雷石东 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传媒大亨 收购维亚康姆集团 对于雷石东来说 无疑是一次明智之举 在收购仅一年之后 全美娱乐公司 所持有的维亚康姆股份 就增值两倍之多 此时的雷石东 还提出了 内容为王的理念 他认为 在商业竞争中 只有拿出富有创意的 内容产品 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说到内容产品 以经营汽车影院起家的 雷石东 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放不下 那就是拥有一家 属于自喜的电影制片厂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 对于十几岁 就在父亲的汽车影院 售卖爆米花的雷石东来说 除非他拥有 制作电影的能力 否则 他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其实从雷石东 完成对维亚康姆的收购开始 他就已经把目光 投向了老牌好莱坞电影公司 派拉蒙影业 在他看来 派拉蒙不仅是最后一家 尚未被跨国集团收购的 好莱坞电影公司 更重要的是 收购派拉蒙 故意让雷石东再次 梦回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为了成功收购派拉蒙 雷石东与派拉蒙前董事 迪洛展开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 竞价拉锯战 1994年 雷石东与迪洛都把对派拉蒙的 收购价提到了 104亿美元左右 但是雷石东额外提供了 8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 并承诺 如果派拉蒙的股价 下跌至最低价以下 全美娱乐公司将会提供担保 正是这一举措 让雷石东在关键时刻 击败迪洛 成功将派拉蒙影业收入囊中 雷石东认为 收购派拉蒙影业 将是继1990年 时代与华纳 两家媒体巨头合并以来 最大的传媒交易 他甚至宣称 这是属于维亚康姆 和派拉蒙的时代 影响堪底工业革命 因为他将会让世界见证 技术的发展和变革 那好 以上啊 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雷石东的传媒帝国 是如何打造的 通过巩固全美娱乐公司的地位 收购维亚康姆集团 和若古派拉蒙营业 雷石东的传媒帝国版图 渐渐清晰 接连收购维亚康姆集团 和派拉蒙营业后 雷石东打造的传媒航母 正式扬帆骑航 那么这艘偌大的航母 又会面临怎样的风浪考验呢 下面啊 我们就来看看 第三个重点内容 雷石东的传媒帝国 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雷石东面临的危机 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那分别是 措施互联网发展良机 债务危机产生 以及深陷家族纷争 21世纪初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很多传媒公司都看到了 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商机 此时 MTV电视网的管理层发现 他们的粉丝经常去 当时美国最大的社交网站 MySpace 交流音乐 雷石东认为 MySpace不仅是最大的社交平台 更与MTV音乐频道在文化诉求上完全契合 于是维亚康姆决定 收购MySpace 社交网站 此时 新闻集团掌门人莫多克也提出了 收购MySpace的商业计划 正当维亚康姆管理层 还在为收购报价进行评估的时候 新闻集团却突然以 5.8亿美元的现金报价 成功击败维亚康姆称为MySpace 社交网站的新东家 对于雷石东来说呢 这还不是他在互联网战略上的最大失误 他当时呢 还瞄准了社交网站的后期直秀 脸书 维亚康姆为此提出了一份 价值15亿美元的收购邀约 其中一半将采取预先支付的方式 但是脸书总裁扎克伯格希望 对方可以预先支付更多的现金 但是维亚康姆方面认为 这已经是他们可以做出的最大让步 最终双方不慌而散 收购MySpace社交网站和脸书社交平台的失败 让雷石东错失了进入互联网领域的最佳时机 作者认为 维亚康姆虽然认识到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但却没有以互联网时代所需要的速度 适时调整商业策略 因此措施良机也是在所难免 让雷石东受挫的不仅是互联网领域的失利 维亚康姆公司也面临着重重债务危机 当年雷石东为了筹措足够的资金收购派拉蒙影业 不得不高价收购一家经营不善的媒体公司 百事达用来融资 虽然雷石东最终如愿一场 却让维亚康姆背负了100亿美元的债务 为了偿还债务 雷石东被迫出售麦迪逊花园广场和有线电视业务系统等 欺下资产 在作者看来 盲目收购百事达公司在很大程度上 遵害了全美娱乐公司和维亚康姆的股东权益 而对濒临破产的中途游戏公司的收购 让雷石东再次陷入债务危机 他一度认为游戏行业将会是下一个朝阳产业 便将目光投向了中途游戏公司 通过持续购买该公司的股份 甚至向花旗银行抵押贷款4.25亿美元 最终占有了这家游戏公司89%的股份 由于购买中处游戏公司的钱都由全美娱乐公司来买单 全美娱乐公司被资背负了16亿美元的债务 这让全美娱乐公司面临着无力偿还的局面 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随后的几周之内 维亚康姆市值下降近40% 而全美娱乐公司被迫出售价值2.33亿美元的股份 以缓解燃眉之急 目光回到20世纪60年代 雷诗东的父亲在退休之际 将自己持有的全美娱乐公司的一半股份 转为给孙辈设立的信托基金 而信托基金也为此后几十年 雷诗东家族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雷诗东的兄弟埃迪认为 自己在全美娱乐公司受到决策层的排挤 决定退出家族产业 同时为其子女设立了一份信托基金 而雷诗东也同样设立了子女信托基金 雷诗东被指定为 这两份信托基金的唯一受托人 这两份基金就占到 全美娱乐公司股份的36.4% 雷诗东同时还是父亲米基建立的 信托基金的受托人之一 1982年雷诗东决定赎回这三份信托基金中 属于全美娱乐公司的股份 但是儿子布伦特和侄子迈克尔 都公开指责雷诗东 通过低价赎回股份 让家族的孙辈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而他自己却将公司控制权牢牢握在手中 米尔沙利凭借出色的业绩 最终进入全美娱乐公司和维亚康姆集团的董事会 雷诗东却担心他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沙利甚至只有与父亲公然对抗 才能获得职业上的成就和认可 那作者指出 为了保证自己对全美娱乐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雷诗东总是把家族成员排除在外 这种为了利益莫视亲情的做法 对雷诗东个人以及全美娱乐公司的经营 都形成了很大的反噬 好了 说到这儿啊 这本书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呢 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说到了雷诗东是如何进入传媒行业的 雷诗东能够进入传媒领域 那得益于父亲扑下的从商之路 个人的求学经历 以及战后美国影视业的蓬勃发展 其次呢 我们说到了雷诗东的传媒帝国是如何打造的 通过提升全美娱乐公司行业影响力 收购维亚康姆集团和弱古派拉蒙营业 雷诗东的传媒帝国正式建立起来 最后我们说到了 雷诗东的传媒帝国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措施互联网发展机遇 债务缠身 以及家族矛盾 对雷诗东的传媒帝国不断产生着 负面冲击 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是互相能和弱枪的那种 都在不断产生着 我给大家看历化 好多次 我们分枪 非常多。 我们分架